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提醒 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些蛛丝马鸡就可以来观察 那么首先我们主任带来的这个资料里面 告诉我们说99年的平均寿命男生是76.2岁 女性已经到了82.7岁了 所以女生比男生要多活6岁 以前说活5岁 现在变6岁 现在变6岁 所以跟我们的这个医疗进步 科技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是 从这个图看得出来真的是 它的寿命是越来越长 这死亡率越来越降低 这红色是死亡率 这真的是大家一个社会上的福气 但是就癌症的这个发生率 其实还是居高不下嘛 是的 还是排名第一的一个死亡率 好 我们这个表是女性生殖系统的一个表 是 我稍微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女性生殖系统的一个大字图 这是像梨状 这个梨型的一个组织是子宫 在旁边这是肃卵管 这边是卵巢 这是今天的主角 你看卵脂 它的排卵 但是被肃卵管接住是这个样子 这个身上的组织 大部分都有得癌症的机会 卵巢它就是一个非常隐形的 常常是到最后才被发现的一个病 因为它在长这个位置 常常是不痛不痒 没有什么事情 几乎都没有什么特异的症状 没有什么感觉的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是在这边 那长在这个位置 它当然是我们都知道 子宫的前面是膀胱 后面是大肠 所以它这个子宫和卵巢位置 卵巢好像是在子宫的 穿那个袍子的后面 所以常常有些病是往后面跑 肠子常常脱不了干系 隐藏在后头了 是的 OK好 所以这大致我们了解到 我们的女性生成系统的这个构造图 软超癌的种类 是 这软超癌我们讲起来 这个有三大类也是为主 其他是比较小的 我们就不列入 那上皮癌当然是比较多的 这个大概占50%到70 这个有的时候是40%到60% 那生肢细胞癌是比较少的 它是15%到25% 那肌脂癌的话就更少一点 它5%到10% 那上皮癌这是今天讲的主题 因为它很困难 那生肢细胞癌我们常常看 有的时候是 为什么说她的这个小女孩突然一下肚子大起来 而且很痛 原来是查起来说 这种癌症多半是在18岁之前发生 那发生的时候都是症状不超过两个礼拜 所以这是有时是一个问题 这个快速长大 这个加冕多半吓得要命 但是好的是 这个癌症它多半可以保留它的生育率 它多半是长在一侧 而且拿掉一侧以后 用化学资料大概都可以达到很好的缓解 很难再复发的程度 这是很好的 那基子癌我们再举个例子 有时候小孩子一滴滴大 比如说三岁 三岁娃娃突然怎么越近越来 乳房越发育起来 你会觉得很奇怪 这时候原来是 或是庭经的妇女 庭经妇女70多岁突然下越来越近 有些荷尔蒙的样子 这时候小心了 它就是卵巢常常就会分泌一些荷尔蒙 是一个肿瘤分泌的铝性荷尔蒙 所以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但是这两类的癌症还算是少 问题也比较小 最大问题也是 上皮癌 好 所以刚才这个主任你有提到说 这个月经期 就是对于更年期的妇女来说 它不应该有的 是的 对于这个还没有来出经之前的孩子 也不应该有 但是对于如果是这种 在旌旗时辰当中的女性 她的旌旗突然的改变 是 这会是一个征兆吗 是就是要提醒 就是旌旗改变当不见了 一定是大问题 停经以后也常有的事情 就是说有停经后出血 我们要考虑到 其实三分之一 它还是所谓子宫内膜 一种萎缩性的发炎引起的 但是就是对这种很小的可能性的 要特别留意 因为常常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比较小心 是 好 卵巢上皮癌的特点 是 我要讲它的特点 但第一个特点就是说 它诊断的太晚 所以 一般被发现都是第几期 差不多是第三期 第四期 所以第三期加上第四期 诊断出来 这个事实上是 癌症里面占70%左右 所以 这是问题在所在 因为说 为什么说 你现在说 卵巢癌症治疗不是很进步呢 为什么还要这样讲呢 因为就是说第一期 已经到高达90%以上的生存率了 所以是不是就应该很好啊 但是其实不然 就是看这个图看出一些 实际上它的 你看绿色的代表区别 我们诊断的最多是在第三期 你看而且3C期的就是 有0%转移啊 远处转移啊 这种很多的 3C加4期真的加些 就超过百分之70 所以它是为什么 男士的代表它的生存率 生存率很低 所以这个比例算起来 它是整个占了优势 所以把整个生存率拿低了 不过好的消息就是说 现在还是有改善 看起来说没什么改的 还是慢慢看出一些进步了 这生存率实际上 整体还是有上升的一些 所以如果是 阮潮第一期 它的治疗效果大概是如何 第一期的治疗效果 它可以 你看这个是一个生存图 就已经到了八成以上了 甚至现在已经到93的 最高到93的报告都有 之后呢 它就顺势而降 你看这个第二期 就已经掉到 百分之六七十左右 第三期它就更低了 百分之十几 百分之三十多的一个范围 那第四期大概就是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一左右 所以这个区别是最最重要的 所以我把这个当作 第一个特点 西藏暖超癌 还是有一些特点的 我们看下面有一张 好 死亡率很高 是的 是死亡率很高 那我们看来说 就从美国的比例 和台湾的比例 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美国的比例看起来 它们好像还要比我们高一些 这可能和它的区别 比我们还晚了 有一些关系 但我们的 和它也相差不多就是 我们它将近就是 发生的率的里面 当然是有不到一半 差不多接近一半是 是会过失 会死掉 但是在美国的话 你看这是三分之二的比例 你看发生的两万一千个 它这个当年 它要死掉一万四千六百个 刚好是三分之二的比例 那就说你看得出来 它这个年龄 还是在比较偏向 停经后的年龄 停经之后的父母 56岁到差不多60岁 但是其中下面 有个就是介乎良恶之间的 有个叫做就是边缘癌 就是它有癌症的变化 但是也不是很明显 它没有那个 即时的侵犯 它没有侵犯进去 那这种好像是 介乎良恶中间的一个东西 这个其实也很重要 也实际上 它是归纳在癌症里面 也要做长期的追踪 因为它还是有复发的 现在最主要的 现在目前改变是说 这种边缘癌 还有良性肿瘤 都不能当它一般来处理 不能轻忽的 是的 因为 现在已经知道 从良性 或者是边缘癌 会变成恶性 恶性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 我肿瘤小 有什么关系 也不痛也不痒 我就一直拖下去 没什么关系 其实不然 现在真的是要 对这些要做些处理 所以这是它的特色 就最近发现 刚才讲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重要的点 就是对一些 像这类似子宫内膜 这种形态的 或透亮细胞的 或是那个连液型的 很连一些那种 比较会有这种关系 但是相对的很大一部分 是降疫型的 那种 那种 没有这种 从疫情这样变变 转变的过去 但是 它有这个 发现 几乎将近一半的病人 最近才发现 它在它的边缘的地方 是疏软管的上面 有一些灵气的病变 好像是疏软管 是它的指挥中心 发动的 所以现在这种 新的学说一出来 其实上已经有证实了 那 将来势必是带来 很大的改变 对 所以你像 你对的疏软管 是该怎么样处理 是更为合理 是不是 假定开一个肌瘤 是一个良性病 是不是疏软管 一起拿掉啊 所以都是可以 这样子思考的 可以讨论的 好 所以 面对卵巢来说 其实卵巢癌 因为它 这个通常 往往发现的时候 都已经是 第三期了 第三期 也就造成它 这个死亡率 会偏高的 是的 原因 好 好 这是我刚才提到 一个五年生存率的 一个 一个表示 嗯哼 嗯哼 在台湾这和这边 应该是差不多 台湾做的一直相当好 是 主任在您的这个 临床的病患里头 年龄层大概也就是在 停经前后吗 是 停经前后的很多 但是我能讲 就是我 曾经帮个小妹妹 是17岁开到 第三期 嗯 很可惜 就到第三期 我们全部都要 把生殖器官都拿掉了 哇 好 所以他就过得很辛苦一点 嗯哼 这样的补充荷尔摩 这方面的问题 嗯 不过这个孩子非常乐观 非常勇敢 嗯 所以看到他现在长了 已经长大了 是 嗯 看到他觉得是 就是一个命这样的回来 是 拯救是 其实还是很好的 是 所以 这种就是他常常是 没有什么症状 嗯 等于发生的时候就相当的饿 所以我们做什么样的检测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卵巢里头有 是 不明的肿瘤 是 现在就是最好是 最好的一个推荐就是说 定期的做检查 骨盆腔检查很重要 骨盆腔检查 骨盆腔 那另外 大家会提到就是 他有的有时候 有一些症状 会让你想到 是不是 一些 一些特殊的病 是 那当时 这些病不见得是非常专益的 非常典型 但是就是一个 常心没有解决的病 一些症状 实际上我们是要该家里 不能忽略 太清新的 不能掉以清新的 是 好 那我们接着就来了解一下 卵巢癌它可能的成因 会有哪一些 是 真正讲起来 卵巢癌也是 像一般的癌症一样 能讲出原因的癌症不多 对 有的是病毒 有的是化学致癌物 但是这都不是太多 对 那真的是 卵巢癌是说 很多的因素可能性最大 现在讲起来 讲的最多的是讲 家族症候群 比如说 有的家里面都出现 都是卵巢癌 有的家族都只出现 卵巢癌和乳癌 有的家族出现的都是 刚才讲的 这两种癌症之外 还有出现大肠癌 出现子宫肋膜癌 还有一些 一般生殖器官癌症之外 还有肠胃道的癌症 甚至有老瘤 前列性癌都在里面 一个家族出现好多种 所以刚才讲的这三种 它的分类都不太一样 一个专门出现卵巢癌的 专门出现乳癌 这都不太一样 这都是家族性的里面 讲起来 真的少数的里面 会有基因的改变 所以一个是高危险家族 家里面有好几个 这是一种叫做高危险家族 但是这些基因出现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它要灌一个叫做遗传性 遗传性 遗传性就表示这个重要性更重了 这待会我们可以提到一些基因的问题 首先我们就不提这个 因为这个是占整个家族的高危险 它是占实际上的所有的卵巢癌 这个数个体肌里面占百分之十左右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四 是很少的 所以其他部分的癌症 其他部分的这种卵巢癌 大部分是所谓的这个善载型 这完全没有什么 用家族来判断 所以我们就要 大家都要小心身体的一些问题 另外我们讲说 好像这些癌症 统计起来是有些特色 就是这生殖的年龄好像比较长 这个生殖年龄怎么算 就是从她出经 月经的第一次 到她结束 没有停 就停经的时间 中间如果超过四十年 认为是比较不好 如果超过四 现在一般来讲 出经的年龄 大概是小五吗 对 差不多小五 十一岁左右 是的 四十年变成到五十一岁 所以有的女性朋友说 她觉得很高兴 自己五十五岁 还没有停经 她很高兴 但是五十五岁 还没有停经 那是什么时候出经呢 她十八岁的时候 那是很晚的 那还好 她如果很早就来了 她真的其实是不好了 要提醒一下 对一些器官特别要注意 这中间有的是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一些学说在里面 因为生殖年龄 常代表一个 它中间经过排卵的次数很多 对 所以次数多认为是 这个卵巢是一直在上皮 在有破裂 有出血 一直在做工 是不是有外在因素 刚好就搭配在里面 认为是可能有关系 所以讲的是这方面 那相对的就是 刚好用避孕药 用避孕药的女生你知道 她最主要对这个卵巢 还是绝对的保护的 是真的是卵巢有下降 尤其用了五年以上 用了十年以上更好 它是有下降的 所以这是列为就是所谓 就是预防的措施之一 就是生殖年龄 这有一点特色 为什么病呢 吃了病药 它就是不排卵 对 所以就像刚才讲的 不停的排卵 那个是相对的 对 所以这样子打起来 但是吃了病药 对于卵巢癌的 这个预防有帮助 可是对于其他的病症 会不会有 是 又出现了不好的症状 现在大家都害怕着 荷尔蒙对乳房的 乳癌的刺激 对 那篇报告当时指 停经后妇女 当时是以65岁为主的 一个族群 停经后妇女 补充这方面是非常清楚的 可以增加26%的机会 得到乳癌 所以大家 2006年以后 都不太敢用荷尔蒙 不管吃或差的 但是对年轻的少女 到底吃病药 是什么样的角色 不太清楚 好像有一点上升 那不是像刚才讲的 这种统计的数字 所以针对病药 它想到它的危险性 真的做预防的时候 明明晓得它是相当有效的 它就针对高危险家族 比如家族里面 好多出现这种 那个卵巢癌的 第二就是它出现基因的 像我们刚才讲的基因 最主要还是讲 待会我提到就是 叫做BRCA12 BR BR当时指breast 那CA指cancer 中间这1、2这种为主的 尤其是第一型 那针对这一组 他们就特别来预防 有的就是用这个病药来做预防 在国外已经证明是 它是有效果的 好 那染上癌的可能诚意 再来就是 不孕或生的太少 或是没有生 所以说生的少 常常对一些癌症 是比较想得到有关系 生的少是像生一个就是生的少 是 像生的少 像乳癌啊 脂肪内膜癌也常常提到 它卵巢也对这个特色 生的少在卵巢还是怎么讲呢 就不应 特别马上就想到是 这个卵巢是比较不健康 是它生的少 它排卵会有问题 那相对的就是说 它老下垂体 因为老下垂体是上级的指挥 下面的工作不力 上面就拼命努力要刺激它 所以上面的那个 那个老下垂体的促进荷尔摩 叫生高 所以就是认为 这个可能也有关系 那它本身不健康也有关系 那这方面当然是 讲的不是太清楚了 但是说排卵药 这方面也没有刺激 大半认为是没有关系的 那另外再讲的发炎 发炎 这个慢性的发炎刺激 现在我们都知道 癌症的学说里面 最主要一部分讲的就是发炎 发炎的长期的 这和中医的 以前讲的都有一点类似 就医疾发炎 这都有一点关联的 那现在炎症 在这个妇女有一个炎症 发炎的一个长期的问题 就是在子宫内膜异胃症 对 所谓巧克力狼肿 好多女生都有 到底会不会有关联 现在就只发现里面 巧克力狼肿 所以我们现在劝女生说 不能不理它 就巧克力狼肿 把它拿掉 是要处理 这个狼肿到几公分以上 也许就没有机会 用内科的方法来处理 所以大部分它靠手术 再加上荷尔蒙治疗 才安心 因为它就是有发现 其中有的人 他会有癌症在里面 所以这个就变成 这个是偶然发现吗 还是真正的有这个事情 一直到最近才慢慢发现 就是在这个癌症 紧拎到的这个子宫内膜 意味着是良性的 中间有一个转型区 它中间就真的是 有一点部分的变化 转型区可以看得到 那在最近这几年的 两三年左右的报告 更出来 就是它有些基因 在导控这个东西 那其实这两年的 paper就开始谈到 这个基因就认为是 慢慢专益的 是导致 异味症会变化 所以将来这些基因 慢慢出来以后 当然对预防也好 对治疗以后 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好 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还有更多资讯 要跟观众朋友分享 马上回来 好 继续来讨论的是 软超癌的可能成因 在外在因素部分 可能有哪些的影响 是 外在因素是 刚刚讲的时候 好像先天不良 它是内在的因素 对 那现在讲的是外在 外在的 很可惜的 这些学说都不是太确定 我不想子宫脚癌 我们都想的是HPV 那这个软超癌 实际上讲不清楚了 就一个是说 会不会和你摄取的东西 有关系 比如说卤汤 鼻上半卤汤的摄取量 对 这越高是越不好 是这种一种讲法 那它缺乏很真正的 很确定的一个证据 那另外有一点就是 我们发现在 国外发现 在有的情形 它的这个卵超发生率 会降低 为什么呢 比如说子宫拿掉的 苏然做了结杂的 它这都会下降 它的发生率 就想的是 这个是不是一个 重要的通道 被拿掉了 所以你外在的东西 就进不去 那另外当然 有些人就很好奇 来做一些研究 它开肚子的时候 它就在骨盆的底 东西一下 虚取一下 取些样本来做研究 那结果 结果发现里面 有华氏粉的沉淀 所以这奇怪 华氏粉是什么样 华氏粉从哪来的 是就从什么地方来的 在想 但是现在推断 是有知道了 会有些女性的用品 清洁用品 像废纸粉 有的是有华氏粉在里面 所以有这个可能性 它管道就上去了 那刚好我们都知道 华氏粉和石棉 是一个远清 结果上有点 类似一个东西 我们的石棉 我们都知道 现在几乎没有人 在用石棉的东西了 但实际上 它这个类似的东西 就可能是有 某种程度的关联 但是在目前为止 我们现在 真的做预防的研究 并没有 非常确切的数字的证据 所以这方面是肯定的 目前没有 但是就推荐 有的像基金会 你开始推荐就是 你用的肺脂粉 你不要随便它到处用 也不要用太大量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就有这些因素 我们也讲到 我们怎么样预防 是 刚才这个 在内在因素部分 因为提到说 如果吃这个避孕药的话 它可以保护卵巢 所以是不是鼓励很多的妈妈 喂母奶也可以预防 是 你讲的完全正确 那个是 喂母奶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它会使这个卵巢的发生率会下降 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因为在 不会母乳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经期不会来这么快 是的 好 所以这个是 卵巢可能的成因在 内在因素 还有外在因素的部分 讲到母奶 我们当然顺便讲一下 那个母乳普 也是非常不得了的好事情 母乳我们现在都知道 里面有很多很多好东西 包括免疫的刺激 等调节 最早现在知道 里面有分泌一些东西 可以分出来 已经知道抑制癌症有关系 那其他就是 为母乳的孩子 他得白血病的机会比较少 所以这个报告也是 让人蛮惊讶的 就是它真的是充满了 很多的好处 是是是 光是普鲁本身的母亲 都会少得一些癌症 对 所以这是上帝赐的礼物 是的 好 那卵巢癌 还有哪一些可能的原因呢 是 我们讲的 刚才讲流行病学 它当时 第一个讲的还是讲的 它癌症的家族症候群 因为这种是非常显著的 一个家族出现好几个 大家都会很惊悚 非常吓到 它就我刚才讲过 第一种是全部是卵巢癌 第二种是说有其他的 有乳癌和卵巢癌的这种家族 它这个在BRCA1 BRCA2的这里面 是有可能出现 那第三种是说 有出现各种癌症的 那这种是出现的一个基因 叫做HMPCC 它是一组的 有差不多四五种的 这个小的基因 根据这些基因的变化 我们如果有这个基因 它就要列入高度的一个注意 所以非常高的危险性 那高危险性在国外报告是比较多了 因为我们这方面 台湾的妇女这方面 它出现的机会比较低 所以我们还真的缺乏一个 将来很明显的一个基因 说这个就不行 目前还没有这么好的一个基因 但国外这个基因的研究 可以当作我们一个启示 有了这个基因 它将来这一辈子 得到乳癌的机会 大概60%到80% 小孩子是一个国中生好了 他现在知道他有这个基因 你知道他心里都难过 他一辈子要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他得到卵巢癌的机会 就是讲20%到40% 这是非常可怕的 非常高的 所以这些 这目前是一个 这个还没解决的问题 在美国也形成一些 就社会的身心方面的讨论 是相当大的 是 好 所以这个是 全部都是卵巢癌的 这样子的家族 它的比例是其他的这一种 所以这种家族 我再讲回来 它只占卵巢癌的 不 卵巢癌里面 5%到10% 其实是不多了 但是有这家族里面的成员 就要特别小心 要特别的预防 我刚刚讲的一些像病疫药的预防 还有每天的检查 都很重要 是 好 这些症状常常是很轻微 不以为意的 是 所以我们不管自己 要特别提醒自己 很多医生在帮我们检查的时候 也可以提醒一下 我们这些女性朋友 是 现在的妇产医生都非常 非常在意这种事 会整个看 会很完整地看一些事情 尤其是肆癌筛检 做了以后 大家的思考非常完整 是 这非常好 就是说 我们常常说癌症需要 希望是根据某些症状出现以后 我们就可以想到是什么癌症 很可惜它这种 就像这样子 它常常是 很轻微 出现你也不觉得什么 让你不以为意 是 什么病都会这样子 即使没有病也会这样子 也许有不正常出血 对 常常是最常见的一个症状是 比如说胃会有点脏气 这是一些 这是常常见的 你想想看我们会胃脏的时候 一定会想到消化不了 对 会多半人去看看肠胃科 肠胃科做了胃镜 也许说好像是有发炎 然后我们就会 误以为就是因为肠发炎 对 然后就去治疗 吃了药以后 好像有改善 因为这个也许是心理治疗等等 都有可能的 所以就会在那边 会耽误一些时间 不过现在肠胃科医生都比较小心 那一段时间这个肠胃不好 解决不了 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 有这么久的一个症状的话 他都会转到妇产科先看一下 所以我们也要鼓励我们的亲友 有这个事情的时候 有些像停经后的妇女 那是叫胃痛 肠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妇产科是比较正确的 另外有的时候 也是排便习惯改变 当时有可能贫尿 便秘 腹血等等 但是都不是太专业 因为这个大家都会发生 是吃坏肚子等等 体重改变 也许增加也许减少 或者有些全身都搞不清楚 什么地方不舒服 有点不该出血的 他也出血 这种 这个不该出血 出血的部位指的就是我们 我们的妇女的 妇女的 经期不正常 或停经后的出血 当然是这样 妇为增加 多半是后来 妇为增加是比较 已经晚期了 比较晚一点的 OK 好 所以如果 这个腹胀啊 肠胃不适啊 你觉得胃口经常不好的话 其实 在检查肠胃科之余 如果发现都没有什么 太大的改变或进步的话 可能到妇产科也去 妇产科看一下是最好 是 好 怎么样去早期诊断 这个非常重要了 所以我们都想做最早的诊断 所以就想的是说 一个刚刚讲症状 是拿不定 所以我们最想到 是不是借助仪器 对 我们做体检 体检 当然医生的内疹也是很重要 医生内疹的时候 多半要考虑到卵巢 也是会要从阴道 从肛门 从直肠的地方 同步做检查 那个地方是比较 好发的位置 那真正讲起来 它这个就是一些 影像学也很重要 像这个经过阴道的超音波 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那也经过一个肿瘤指标 大家都知道的是 CA125 这些东西全部加在一起 可能有增加它的早期诊断的机会 这种筛检 可不可以作为筛检 那是两回事情 筛检是说一群正常人来做一个事情 它可以发现 筛检可能在卵巢是没有办法做到 但是在英国是有一组非常严谨的研究 其实做了很多年 就是它就用CA125 那超音波 然后最后再做就是体检 比上就一个比上多个的检查 这样在做这个研究 到目前发现 它确实是蛮有价值的 就是说 尤其是现在它算的方式 用把那个CA125 我们知道CA125是一个 在年轻妇女没有停经的时候 常常引起一些假象 比如说月经来的时候它会高 那子宫能不能异味症它会高 所以它不是太准确 所以就要借助一些方式 那经过超音波的鉴定 或几种方法同步来做的时候 它的政策率 就阳性的政策率是非常高 高过就单做一种检查 有很多倍 高过几十倍 十几倍以上的准确度 所以目前才指 这个计划在2015年才会关闭 才会结束 但是现在初步以看出来 是真的是有在改善 它这个因为它算的方式 用一些公式 用就是这样序列型的做下去 不是说做一次而已 所以现在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借助现在电脑 各方面的科技的进步 有很大的帮助 那影像学到底会怎么样 我们会再提 筛减方面是不是可以再 但目前就是说 有某种程度的筛减已经成型了 一个肿瘤指标 不光是CIO 有更好的指标 比如说HE4 HE4的东西加进来 它比较不受子宫 能不能异味的这种影响 所以会加在里面 另外就我刚才讲的 用公式来算的方式 也就慢慢成熟 所以将来会慢慢走到筛减 目前还是没有 目前还是没有 那怎么样他可能必须要做到 这个所谓的 剖腹去探查 到底有没有这个软草癌 所以剖腹探查一般 就是真的是确定了 有个病在那边 我们才会做剖腹探查 不然它也是个手术嘛 是 但是真的是已经确定 软草一个东西在那边 我们会进去看 叫做剖腹探查 所以一般的健康人 不会做剖腹探查 是 除非就是我们已经照到了 有个什么东西在里头 但是那个肿瘤 我们又不确定它是 良性或恶性 是 就是 它现在是讲的 超音波的形态 可以看出有良恶性 大概看得出来一些 看得出来一些 再加上就是 序列的检查追踪 肿瘤指标 慢慢慢慢就 还是有些的 这种叫早期诊断 是 好 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还有更多讯息 要提供给您 马上回来 好 今天我们的原主任也带来一些超音波的图片 让我们更进一步比较详细的了解 在图片当中 好 这个图片看起来 我们一看这个是一个蛮整齐漂亮 完整的一个狼种 中间什么东西都没有 好像一个透露 一个清清的一个水在里面的感觉 所以它是很完整 像这个狼种大概都几公分 这看着这个狼种 应该是这个尺寸是 大概七公分左右 七八公分的一个 那看起来是 这是实际上叫做所谓单纯狼种 它当时是良性 就是没什么考虑 相对的 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 耳熟人像是叫巧克力狼种 子宫内膜意味狼种 就是子宫内膜 跑到卵巢上 就是常有的事情 那这多半是体质比较特殊 就比较紧张压力大 像现代人 所以常常得这个病 很多女性朋友 都有子宫内膜意味 所以这个当时 它很难治疗的一个病 那是良性的 这少数会有恶性 这是一个叫做肌态瘤 里面常常出现一些皮脂线 头发牙齿 就身上各种组织 它可能在这边出现 所以卵巢是一个 很奇妙的一个地方 它会自己变 牙齿头发 有时候牙齿很多 然后头发也很多 这是很多 很奇怪的 那什么时候生成在里头的 是 就是这个 就现在干细胞研究 都常常讨论这个东西 干细胞做研究 做一段时间 就长个鸡胎油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在 要真的做 用在人体的这个干细胞 会有这方面的疑虑 除非你完全能够掌控 是 变成这种也是 当然是不好的 像这种狼种 我们看到就比较稍微在意 因为它是一个 它形状不规则 对 稍微不规则 而且中间有些东西在里面 只有硬质的东西 不过这还是一个良性的 连夜肿瘤 它很多的空间 空泡 很多的腔道 所以当然在后面再严重起来 它这个硬质部分就越来越多 甚至出现血管 还有肿瘤的血管形成 那是最重要 会看一些指数就知道 它可能是比较不好的 那下面一个图是一个 现在常常大家在问 这卵巢诊断是不是都该做 什么比较高级的检查 电脑断层 合资共证 这更贵当然就是PAT 的正值检查 会不会就更好一点 到目前为止 对卵巢讲起来 说实在是 不太需要这么高级的检查 大概是不太需要 因为现在超音波做的 它接着就是非常的好 因为它接近这个病灶区 其实是累积经验之后 妇产科的超音波 是做得非常的好 那目前大家共识是说 真正是需要做这种检查 比较精密的检查 是 就比较高度 怀疑癌症的时候 你要譬如要手术 你要怕远处的已经散步 这方面是拿来做检查 比较好 那这么昂贵的东西 来做筛检是比较不太值得 那正值检查各位看得出来 他专门看葡萄糖代谢 很旺的区域 那癌症是比较旺的一个区域 所以应该会被看出来 那那个正值检查比较 有一些就是看不清楚 它的位置 所以现在就是正值 加上电脑断生 影像重叠 就看得非常的准确 看得到它的位置在哪一点 看得相当的好 OK 好 这条卵巢癌的问题 当然就是要先鉴别它的 期别 是的 所以零期或一期的话 它主要还是在 卵巢这个部位 是 现在卵巢它不讲零期 它是从第一期到第四期 它从第一期到第四期 是的 OK 它现在就是说 变成手术是一个 最起码要做的一个 因为它是经过手术来 判定它的区别 所以这种区别叫做 手术病理区别 所以手术完一个礼拜 我才真正知道是第几期了 它的目的是怎么样呢 它就叫做肿瘤减肌手术 就把体积减少就有帮助 我们希望做到一个满意的程度 就是每一个地方的肿瘤 都在一公分以下 它是说各自的肿瘤 比如说我们知道 这是肚子肚腔里面 肚腔里面一定有水 它不能尝到摩擦的 不是的 它有缓冲的水 那水多的时候 我们叫做负水 那癌症的时候 它当然是形成负水机会多 各位看起来 这个图就呈现一个 点心性的卵巢的癌症 它到处散步 也许一个地方的肿瘤不是很大 但是它已经走得到处都是 那这是横膈膜 这边还有肝脏上面 都常常都有侵犯 这时候你要治疗 你说是不治疗 那是错误了 这个要尽量拿掉 所以尽量拿掉 我们就叫做细胞剪积 这就是手术的目的 那手术拿到一个满意的程度之后 你后来做化疗 这回都比较有帮助 那化疗方面 目前最典型的就是用紫三醇 Texol加上白金类 白金这种Carboplatin这种 就加在一起治疗 大概每三个礼拜打一次 总共打六次 六次以后再将来评估 是不是已经有没有病了 这时候当然要分开 它是不是药物有抗力 还是敏感度等等 就这种就是很可惜的 就是说我们治疗完了以后 其实经过这些治疗 百分之七十八左右 大概都得到缓解 就好像没有病了 实际上它没多久又长回来 所以它是一个假象 是它也是真相 它就没有病 但是它这个体质会再回来 还是会再复发 这个病是一个二就二在这些 你看它都好了 它又回来了 那一般癌症的时候看几年 这般看五年生存率 这是我们所定的一个定义 但是是不是准了也不见得很准 因为就是卵巢 应该是是不是看十年 但最近我刚好一个 一个非常久的一个病患 它真的是十三年都没事 现在复发 后来复发就不行 所以就是 一复发就转移了吗 还是说 就转移 一期的卵巢癌之后 你的卵巢一定要拿掉吗 有 现在第一期可以保留 就是第一期里面 它分化好的 观点是在它分化要好 分化不好也不行 分化的意思 就是它的细胞的 一种就是在显微镜下看 它的生长的形态的 恶与不恶的状态 很恶的时候 它那个细胞核变得很 奇奇怪 很丑陋的样子 很大压过来的细胞质 而且里面核人很粗重 这就是代表它恶性度 会这样这种 它有分多细胞核的细胞质的 还有它的结构性的 这种叫做凑起来 你看它是 有时候一看就知道 都是硬质的 本来就是腺体状的 这叫腺癌 它不会变成最硬了 这就是不好的 所以叫做分化 分化实际上是很重要 刚刚讲的 卵巢癌的育后因素 第一点就是 刚刚讲的 各自的肿瘤 如果都在一公分以下 这是好的 如果0.5公分以下 都当更好 如果都看不见 是最最好了 但是就是第二个重要 就是在刚刚讲的分化 是 所以这两个是最主要的因素 好 所以第一期还是有机会 可以保留 可以保留 软潮的 要看细胞分化的那个状况 第二期呢 第二三四期 就是要进入这种标准流程 那就不能保留的 就要把它整个拿掉 是 整个拿掉 所以就是 就是区别见点手术 所以做的 肿瘤拿掉之外 它有子宫 两侧的软潮疏软管 淋巴腺 淋巴腺 包括骨盆腔的 包括主动膜 旁边的淋巴腺 它拿掉 最后要把它的网膜 就是内称 那个 防止摩擦 那个油状的那种物 要拿掉 因为常常有 这个癌症转移到那边去 还要把它蓝尾要拿掉 这个是叫一个 标准的一个流程 是 好 再来看到下一张 标靶治疗 是 这化学治疗 当然在目前 还是有些 非常大的进步 我们都知道 刚才讲的两种之外 还有一些像 Lipidox 这种 Liposum 这个微肢体里面 包存了一些药物 这个是相当成功的 又叫小红梅的 一个包裹的药物 那另外 现在有出现 一些非常新的一些药 从海中生物 提炼出来的 叫Trabactin 这方面 这目前是未来 最大一个期望 有另外新的药要出来 那标靶治疗 是在美国 在国外 世界各地都讨论 非常密切的 在台湾有在做了 这些临床的研究 大致 在国外的研究 已经非常清楚了 有几个大型研究 那四个里面 有三个出来 都证明 它是有些帮助 它对没有疾病的 这种生存力 它是有改善 就是它要做的 时间够长的话 就是一边做化疗 一边做标靶治疗 那标靶治疗 然后就是不是化掉一碗肉 你就停止 化掉一碗肉 你跟到停止的话 这组是没有什么差别 你就要同时进行 同时之外 还要再加长 延长 比如说一个月一次的话 要12次 或者16次 这种是证明是 真的是刚刚对那个 就是没有疾病的 生存力 叫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就PFS 简称叫的 这种事真的是有帮助 但是对整体的生存力 就我们叫Overall Survivory 是目前还看不出来 所以它有一点限制 所以美国到现在 为止FDA 没有Approve这个东西 所以但是就是在各地 有的医生说赞成用 有的医生说赞成不用 因为他各自的立场 所以有人是在尝试做这方面 真正讲起来 是算一个研究型的题目 看怎么搭配 它好处好在就是 它这标榜当然是 针对一些特殊的因素 比如它生长因素 比如是它的血管的生成因素 那这个血管的生成因素 我们最近才 在近20年才又有点清楚 这是所谓的癌症发生 发生的 就是要建立起来 是很重要的因素 它也是要生存消息 很重要的因素 那这癌症血管 它不太一样 如果你针对它的血管 来阻挡 你可以用它这个生长因素 生长血管的因素来对抗 这是小的一些因素 体积比较小 也可以用大的东西 比如就是抗体 那这种抗体就针对这一点 所以它的血管将来就没办法生成 所以现在这个药 当然这个实际上就是 这个血管的阻断的一个 一个单株抗体 用了以后证明 它这个是目前用 世界上用的最多的一个东西了 那所以在台湾如果要治疗软潮癌的话 标靶治疗的 已经有的人在用 但是算是研究的项目 研究的项目当中 实在用了 它这个因为这个 特别提起来这个标靶 它是抗体的话 有很多的好处是 当时也没想到 其实好处是非常多的 这个抗体的长相 就像一个弹弓一样 各位不晓得像弹弓 小孩子玩那个弹弓 这手把部分 这前面两个分岔的部分 是比较对抗原 就肿瘤抗原 这就是肿瘤的细胞 举例来讲 它就对这个起反应 所以它的尾巴会带来一些好处 这尾巴不是专益的 前面是专益 但是这尾巴会激发一些细胞 就像淋巴球 杀手淋巴球 或是淋巴球的 会有毒杀作用的很多 或者是macrophage 它会粘着这上面过来 它导到这个癌症这方面 导致一些治疗 所以它讲起来 它有好多的 这个相加的作用 经过这antibody 它就带来细胞毒杀 这是最有名的 叫ADCC 就是antibody dependent 细胞的毒性 是 这非常好 所以这是很promising的 好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就要来了解了 卵巢癌可以预防吗 我们又可以怎么样 从这场生活当中 去注意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卵巢癌可以预防吗 事实上我们在之前的几集节目当中 的十大癌症里头 其实可以预防吗 其实又可以预防 其实也不能说完全可以预防 是的 是的 但我们至少可以在生活当中 去注意一些细节的部分 我们就请主任来提醒我们一下 有哪一些可以注意的 所以预防的观点 当然是很看起来都要求多完整 多完美了 那最好吃一个药就不会得癌症 那是太美了 那可惜大概都不行 不太可能 有部分的可以预防 就是我们提高警觉 就是早期诊断也算是一种预防 有的是可以 因为早期诊断导致的 它的生存率就非常高了 高危险加速 我刚刚提的这些当然是有特别的提升 所以在美国有这些高危险基因的时候 它常常也寻注是什么 它预防性把乳房切掉 预防性把卵巢切掉都有 那实际上很讽刺 就是说这些还真的是有效 那就是 也许生过以后刚刚做一些 但它自己太恐惧了 那另外就是我刚刚讲了一些 特别的避孕 比如说避孕药等等 加强做检查 那这些刚刚讲的一些症状 不是非常专益的 但是持续没有解决的时候 你要提升到 你也问问你的医生 尤其是要看看副产课 需要定期做骨片腔的检查 超音波 CAO 我刚才提一个新的标记 就是HE4 HE4它当时就是非常比较 比上CAO它这个专益度好像比较好 那目前正在做各种的搭配 包括其他的标记 我相信将来会有非常好的结果出来 饮食方面要特别注意 就是动物脂肪 我们都知道是对卵巢癌的复发 和预防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讲一下 这个就是肥胖症 或者BMI指数比较高的 和很多的癌症 几乎是60%的癌症 有点关系 相关联系 那甚至上现在有差不多89种癌症 是非常就比较确定一点 这个我们都知道 乳癌是非常大的 那大肠癌是一定是排名第一 那剩下子宫瘤毛也是排名前面 这是比较确定的 那卵巢还是可疑度很高的 一个和脂肪有关系 所以动物的脂肪要少吃 那奶瓶方面是不是 奶瓶是当时我们的 这个母乳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牛奶到目前 曾经有人讨论过 这方面一些成本 就是像呢 也许是从西方的体质 他喝这些奶 但目前为止并没有很确定 和它里面的乳酸是不是有关系 这还在讨论 普鲁方面好处 那很多 那避孕药的保护 疏乱管结杂可以列入 那现在就是疏乱管 要不要再做良性手术 顺便切掉算 刚才讲的就是 降业性很坏的一种 那种癌症里面 它有一个导引 是在疏乱管的灵气癌 要子宫切除的等等 那运动 不是说子宫切除 才做预防 就刚好切掉 也算是很好的 运动很重要 所以我们知道运动 对好多妇女疾病都比较预防 包括刚才子宫领胞异胃症 肌瘤 还有这方面卵巢癌 的预防都很重要 运动可以预防癌症 它的原理是什么 它就是 运动的东西是很奇妙 它带动了身上的一些物质 其实不止荷尔蒙而已 它是一些小的荷尔蒙 是 包括血清素 很多的因素在 它是同步带动 所以有很多的好处 身体整体的协调 平稳是非常好的 它这个统计方面是统计的结果 它真的是就有这方面的帮助 很大的帮助 好 所以这个高危险因子 包括了刚才有家族病史的 这个主任一直在提醒 还有抽烟 抽烟 抽烟对哪些有关系呢 抽烟对子宫颈胃 卵巢癌 卵巢癌都是绝对有关系 那抽烟当时有些奇怪的报告 是很当的好玩的一个讲法 就是它对子宫颈胃癌不是 它子宫颈胃癌抽烟的病人 还别人做过这种随机的研究 真的是子宫颈胃癌会降低 它是可能和荷尔蒙的缺损 就比较差 女性荷尔蒙比较差 可能有关系了 但是这是不能当作预防的 因为抽烟有太多的致癌物 100个害处 可能有0.1个好处 是肥胖 叶蒙当中最主要是说看 就是一个是抽烟 一个是肥胖 就占了60%的不好 可怕 这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戒掉一些坏习惯 抽烟的坏习惯 我们让自己的体重可以下降 腹部的腰围可以下降 是 身体会很健康 那病毒我们都知道 大家很怕 实际上病毒在整个癌症史 并不是太多 家族史也当然还算是吃药 从这个看起来 真的是我们大家 所以目前想的这些问题 它都是比较少的 最主要还是刚才讲的 这两个因素 是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我们的袁九重主任 跟我们详细的分析了 到底软潮癌 它的预防 它的治疗 那么当然也希望观众朋友 我们自从生活当中来加强自己 如果你是有家族病史的话 一定要定期做筛检 做追踪 那当然养成我们的均衡的饮食 还有运动的习惯非常重要 那最后主任还有没有补充的呢 是 谢谢 我本来是有机会上这个节目来讲 这个题目是我们最觉得很光荣的 因为觉得很需要性 是 而且很多的女生 真的是完全忽略到这一块了 好 再次谢谢我们的袁九重主任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